张机正的改革当然是延长了明朝的寿命 不可能加快明朝灭亡 大家要了解 张机正其实他最大的攻击 不是在于什么一条边话 他主要在意 他主要做的工作 之所以能够让明朝继续维持下去 他主要搞的是一个经查 一个考核 就是考机制度 现在我们的课本有时候 有时候也是挺奇怪的 就是讨论古代的这些历史人物 总是会给人物提出一些 就是建立在名词之上 比如说一条边话 这个名词比较有意思 然后就把重点讨论张机正的一条边话 实际上一条边话 对国家的帮助不是很大 他的张机正对国家最大的帮助 主要是建立了 就是重新的 重新的搞了一整套的 这个考纪制度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 就是考察制度 对官员的考察制度 督促制度 就是说 你今天我给你布置的这些任务 你这个业内 我要求你把哪个地方的税都收上来 你这个业内就得完成 知道吧 不能拖延 推工减料 不能说不干 你如果不干了 干不好了 我就给你擦平 擦平了之后累计多了 你以后就升不了官 就是这样子的 他主要是建立 他主要是巩固这套制度 因为呢 明朝到了中期 最大问题 就是整个观察 变得嘻嘻哈哈 知道吧 大家都是忽言来忽言去的 不干活 不干正事 知道吧 各种吹牛拍马 各种 就是他们力量把更多的 官员力量把更多的时间用 用去装营 用去逢阴上师 用金钱开道 去那个 去拉搞好关系 以便自己升迁 但是官员不愿意去踏踏实实的干活 不愿意去搞民生政治 知道吧 就不在意他们政绩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明朝官场就这么为是 大家有钱 就可以搞定上头 搞定上头就升官了 大家有这个常识 知道吧 就是立志败坏了 然后呢 张机正呢 搞了一套考成法 他那套法 应该叫考成法 我忘记了 这明史我不熟 我就瞎说的 大家我要说错了 你就别管 就是张机正呢 搞了一套考成法 他就 堆处 督处所有官员 我才不管你 给我多少钱 其实张机正本身也是收钱的 就是七纪官还给他 他送了好多美女啊 春药啊 各种稀奇古怪宝贝 就是说收钱我还是收的 张机正也不是什么贪官 清官 他收钱还是照样收钱的 但是收钱之后呢 你还得给我干活 你要是不干活的话 你就会留下切点 知道吧 会记载在单案里面 你当年某某年 你没有好好收税 你的政绩是下下 古代分制 上上中中下下 就是要分九等嘛 大概就是 就是类似这种啊 然后呢 会给你一个评估 然后评估你不好了之后呢 你以后留下了案底 知道吧 就像类似于我们今天中主部啊 你以前啊 搞过小三啊 出了问题啊 你以后就不能再升官了 你在哪个地方啊 让经济发展不起来了 你也不能升官了啊 就是就是类似于啊 重新澄清了励志啊 是张机正主要搞了这份工作啊 才让整个明王朝起死为生了 因为因为里面一个封建王朝 主要要维持统治啊 是要靠这中央跟地方之间 到基层之间啊 连成一体知道吧 就好像一个人的器官一样啊 头脑一定要指挥手上的所有器官啊 但是到了中期的时候呢 基层基本上不听你中央的使唤了啊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使唤它 你靠一条编网是没有用的 知道 一条编网 你要下面基层不执行了 你他妈一条编网也是个屁哈 所以呢 一条编网基本上就是 纸面上我们历史书上写出来比较好看啊 有一个 比如说中国我们讨论这个 王二十的时候呢 就喜欢讨论他的这个清苗法 讨论这个 这个薄甲法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这些都是只是个名词 实际上一个政治制度啊 都是有赖于官员 具体的基层 你要把 就是政治架构建设好 而不是搞那些 犀利花哨的这个 这个法律啊 你 你一百条很优良的法律 但是你的执行机构特别糟糕 你的官员 继承官员特别糟糕 根本不听你使唤啊 你他们再好的法律也是没用的 在中国也是 现在也是这样 他们你在中央制定了很好的环保法 到了地方 谁他们听你的呀 因为我听你的 我就傻逼了 我政绩上不去了呀 就是现实利益冲突哈 就类似的这种情况呢 在各大王朝都会经常发生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历史教科师所忽悠啊 认为一个官员的主要的就是像王安石这样的官员啊 像那个像张基正这样的官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头脑啊 特别聪明啊 想出了这个轻描法 想出了一条变化 然后呢 是个自视之能成啊 变化之能手啊 然后呢 所以因此挽救了这个北宋王朝 挽救了这明王朝 实际上不是啊 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北宋 在北宋的时候王安石呢 虽然推行了轻描法 但是因为他对于励志啊 就是他当宰相的时候 他对于励志他搞不懂 你知道吧 然后搞得下面一大堆大臣在打架啊 搞得里面内讧 然后自己最后只能下台了 知道吧 他他搞不清楚怎么样让所有的官员听话 知道吧 他们他对他对治理下面官员是没有办法的啊 就是说王安石他是 他是只会做事 但是不会领导别人啊 就是他的用人很比较差 比较差 然后呢 他的继承人李慧卿等人啊 也不行啊 就是新旧党斗争啊 越来越激烈啊 终于搞得国事日会知道吧 不懂得团结人 不懂得用人啊 没有一套标准啊 不像张基正他才不管你呢 他不管你是好人坏人 你先按照我的考成法来啊 你考成法你要是不过 不及格啊 我不管你曾经对我有多好 不管你给我送多少钱啊 我正收钱归收钱啊 大家说清楚了啊 我虽然贪污你的钱 但是你也得表面功夫做好了啊 把你任内 把你的 就是把你管理的辖区之内的 人民给治理好了啊 就是这样子 张基正的主要功劳是在制度建设上的啊 不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忽悠的什么一条编划 什么之类的 王安石也不是因为 因为他提出七苗火 七苗火 然后就把这个北宋给搞垮了 也不是 他也是因为 他在任期间啊 他没有用好人知道吧 也搞不出用人制度啊 不像张基正那么牛逼 张基正很牛逼的啊 他搞了一套考试法之后呢 就所有官员收拾的胡胡贴贴 也有标准 也能执行知道吧 那像那七苗火是没有执行标准的啊 你没有一套考核官员的标准 你就只能是把这些国家大事给弄糟了啊 你不知道 下面的人总是来报喜不报忧的 认为 告诉王安石啊 我在下面推行的七苗火很贯彻 然后把所有的效果有多好 其实下面其实早就明言会腾了 王安石又傻乎乎的不知道 王安石是很傻瓜的人啊 不适合当政治家 就这样子 然后搞了天下大乱了